香港反送中運動持續延燒 有媒體報導大陸網購平臺已經被禁止 向香港發送安全帽等跟示威有關的物資 為此在臺灣的香港人 則是發起二手安全帽募集活動 臺灣民眾踴躍響應 以具體行動聲援港人為自由奮戰 就是運到香港這邊來 香港反送中運動持續延燒 但最基本的物資卻取得不一 在臺灣的香港人 週日下午在臺北新一區 發起募集二手安全帽的活動 要送給參與香港反送中的虛偽者 我們是連買安全帽都買不到 今天基於一個人民發聲的 最安全的立場 我們沒有理由不伸手幫忙 僅剩下就只有自由 連這個都要被剝奪 我覺得他在那邊生活真的是 跟囚犯一樣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實際到那邊聲援他們 只能藉由這樣的活動 來默默地表達 如果這個香港政府 一定要讓他們的人民流血的話 那我們就要送安全 送給這些香港人民 活動從兩點開始 才短短半個小時 就收集到一百多頂的安全帽 臺灣民眾不分年齡層 紛紛響應活動 民主要從小開始培養了 所以希望他一起幫助香港人 真的很勇敢 我很佩服他們 在台港人表示 運送的細節都必須要保密 才能夠增加成功運送到香港的機率 新號人亞太電視網關聯中央廷 臺灣台北採訪莫多 在台港人亞太電視網關聯中央廷 在台港人亞太電視網關聯中央廷